迎接二零一六倒數計時 元旦的第一道曙光 將會出現在外島的藍雨 而在本島是臺東的三仙臺 以及墾丁會最早看到日出 不過到時候的天氣好不好 能不能看到日出 恐怕得碰碰運氣 全身裹得僅僅在海岸邊 等待新年的第一道曙光 跨年許多民眾都想追日出 今年最早看到曙光的 還是藍雨及綠島 本島則是三仙臺及墾丁的龍坑 其次是蘇澳 崇德及三雕角 但台東的三仙臺 已經連續十五年 天氣不好 看不到日出了 墾丁去年也一樣 倒是離大台北最近的東北角 已經連續兩年波雲見日 今年也信心滿滿 今年跟去年 我們在東北角的曙光都能夠依我們的期望 能看到 我相信有一就有二 那三是我們大家都期望的 看不看得到第一道曙光 民眾恐怕得賭一把 但不一定得在東海岸看日出 最近幾年也有許多人趁半夜 直接搭小火車上阿里山 雲海中看日出 今年森林鐵路還特地 加開關日列車 假日是六個班次 那我們今年是有開行 這個十六個班次 關日列車團體票十號開搶 恐怕又是一票難求 而除了銀樹光 今年臺北一零一的跨年煙火 也標榜時間長達兩百三十八秒 創歷年最長的紀錄 高雄的一大世界煙火則加碼到八百八十八秒 長達十五分鐘 記者臺北綜合報導 臺東布農族人王光璐 因為拿撿到的獵槍打獵被捕 遭到了判刑三年半 即將要入監服刑 民間團體接連兩天聲援 想帶著母親一起入監 台東布農族人王光璐 因為持獵槍打獵被捕 被判刑三年半 即將在十五號入監服刑 但家裡還有小孫子 以及高零九十多歲的老母親要照顧 讓他相當擔心 王光璐在律師和民間團體陪同下出面 律師強調各審級法院對於法條線索解釋 認為他的槍是撿來的 或是子彈裝填方式不符合傳統等理由判決 並不合理 律師表示 如果這個案件成為最高法院判例 未來就很容易被其他類似案件援引 讓原住民傳統文化受限 因此將申請釋憲和非常上訴 同時也希望立委可以檢討修正槍炮 和野生動物保育法中 對於原住民狩獵的限制 制定狩獵採集專法 記者曹玉劉翰 你能夠報道 國際環保團體8號在巴黎氣候峰會上 公布了2016年全球氣候變遷 績效指標排名 而臺灣則是排名在第52名 雖然成績是比去年進步了兩名 但仍然被列為非常糟糕名單 每年都會公布全球氣候變遷 績效指標CCPI的德國看守協會 今年在巴黎氣候峰會 也公布了2016年排名 結果臺灣排第52名 倒數第10表現非常差 雖然排名比前一年進步兩名 但仍比排名第47的中國還要差 德國看守協會表示 主要是臺灣溫室氣體排放量不斷增加 另外再生能源使用也偏低 儘管臺灣今年才立法通過 溫室氣體減量疾管理法 也提出具體的自主減量目標 但今年還沒納入評比 不過就算明年納入也不保證排名上升 沒有什麼牙齒 有這個法是表示說 你這個國家還滿關注這個議題 那將來就是要看實質的工作 到底有沒有效果 對此環保署長魏國燕認為 還要仔細檢視評比內容 但他相信未來幾年成績會更好 到底短期怎麼做 我認為我們當然稍微慢了一點 不過明年1月開始 另外聯合國糧農組織並會登陸臺灣的森林資料 有專家指出資料缺漏也導致排名不理想 記者你們陳慶中法國巴黎採訪報導 台北市中山國小一群六年級資源班的孩子們 他們經過了兩年的訓練 挑戰雪山主峰登頂成功 接著就來看看我們的報導 周山國小資源班的同學其中有亞斯伯格陣有情緒障礙 過動自閉也有軟骨發育不全症的孩子 在上個月中他們都成功登上了海拔 三千八百八十六公尺的雪山主峰 其中身高不到一百公分的亭域 過程中好幾度都想要放棄 但最後都撐下來成功的攻頂 頂的那一段很清楚 就想要放棄 但是那個大家都在上面等我 所以我就想說如果現在放棄的話 那這樣大家就不就擺動了嗎 有情緒炸的小安平時遇到挫折 容易哭泣 個性固執 平常甚至會聚高 但是經過這兩年學校的山野訓練 平常爬樓梯 跑步 從登山步道開始爬起 終於成功挑戰高山 小安說她也學會了 凡事不輕易放棄 在各種事情上比較不容易放棄 這樣的爬山的訓練 我們發現孩子慢慢會照顧自己 孩子對自己是漸漸有信心 過動的博少這幾年明顯的改變 也讓媽媽很感動 體能變好以外 情緒變比較穩定 而且因為她本來狀況是 注意力比較不集中 然後她的注意力 專注力都提高了 老師還計劃在明年畢業前 再帶這群孩子去攀登 更高的玉山主峰 婷玉雖然一口拒絕 不過老師跟家長們笑著說 只要再給他們多一些鼓勵 孩子還是會想繼續接受挑戰 孩子們在一次又一次登山經驗中 變得更有自信 少了抱怨 也更能夠管理自己的情緒 記得陳淑君 陳保羅 台北報導 了解